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莫斯科军区的第二十级团军指挥官苏赫拉布 艾哈迈多夫中将 5月23日被俄罗斯国防部解除职务 这说明在邵逸古在俄罗斯国防部的最高层金信被完全清洗之后 更多国防部下属单位的中高级军官还将被清洗出局 5月23日 无军情局下属特种部队发射无人机 成功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喀山和夏卡姆斯克的俄罗斯军工企业 俄方撑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当地没有任何设施受到破坏 俄罗斯战场 H游击队报告称 俄罗斯第49防空团使用的通信塔的电信柜在斯莫朗斯克地区被摧毁 H是一支由克里米亚达达人组成的敌后游击队 在另一个方向 有无人机被派到正在达达斯坦上空飞行 多家企业已宣布疏散 喀山和尼日尔凯姆斯克机场已实施飞行限制 回到乌克兰战场 另外 乌克兰军队使用ATAMS导弹袭击了被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州莫斯皮内机场 这次袭击摧毁了两个俄军S300-400防空导弹发射器 一部96L-6E雷达和一辆S300-400指挥车 一辆S300-400导弹发射车被严重损坏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克里米亚方向 据报道 乌军发射了八枚ATAMS导弹 目前还没有占过出来 英国情报部门称 俄军防空力量无法再有效覆盖其占领的克里米亚 在乌军持续打击其军事基地 机场和防空装备的情况下 俄军再次遭受开战以来最大损失 的确 目前几乎天天都有光顾此地的导弹无人机 俄罗斯已无力掌控克里米亚了 渡过地孽伯和的乌军开始喊话说 克里米亚不久我们就会见面 阿弗迪夫卡前线乌克兰第110机械旅又击落了一架俄军的苏25战斗机 乌曼斯克方向地理定位录像显示 俄军完全控制了该定居点 这位俄罗斯人进一步向亚斯诺布罗迪夫卡以北推进 并从两侧进攻这个定居点铺平了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是俄军上个星期的成果 只是到现在才得到了确认 总体来看 俄军在阿弗迪夫卡战区仍在取得进展 但进攻速度已经比几个月前慢了很多 哈尔科夫前线 乌军第82空袭旅的部队和带着美国供应的M1126史翠克伦式战车 投入战斗 从侧翼攻击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北部的阵地 史翠克战车的装甲很厚 正适合向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称 罗罗斯军队在向战损失惨重 他还补充说 目前敌人正在从各个方向调动预备翼 试图支持积极的攻击行动 但没有成功 苏梅前线 大批乌军正在备战中 预计俄军近期会在此方向战况哈尔科夫式的进攻行动 总体来看 我不认为俄军有计划或者说能力攻下哈尔科夫或苏美 俄罗斯在这两个方向的行动应当是建立缓冲区 避免别尔哥罗德等边境地区被炮击或者直接攻击 5月23日 俄军使用改装对地攻击的多枚S-300导弹 袭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造成至少7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则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友提供足够的防空系统 以拯救乌克兰无辜民众的生命 昨天被俄军倒弹击中的哈尔科夫印刷厂 周边没有任何军事设施 当天俄军还向哈尔科夫州西北部的德尔哈齐市投掷航空炸弹 集中移动公寓病造成至少13人受伤 国家铁路公司表示 位于哈尔科夫和该地区的多个设施遭到攻击 6名工人受伤 哈尔科夫印刷厂遭袭导致惨重伤亡后 泽连斯基称今次袭击是极其残酷 他表示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后 西方盟友未能提供足够的防空系统来 阻止俄军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 使他感到难过和沮丧 他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以保护哈尔科夫和其他边境城镇免受俄罗斯导弹袭击 泽连斯基在当晚事项讲话中说 今天乌克兰和世界对俄罗斯这一最新恐怖行为 做出了许多反应 但是每当这样的袭击发生时 当我们的城市和村庄被摧毁 无辜生命被屠杀 书籍和保护人类的一切被烧毁时 正值善良的人们总的做点什么 来防止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 我之前多次介绍过 俄军有数量极其庞大的S-200-300-400防空导弹库存 改装成队的攻击导弹后 由于导弹体积小 飞行速度快且飞行高度低 就像炮弹一样很难被防空系统拦截 这种防空导弹改装的对地攻击导弹 根本无法命中目标 只能用来蓄意屠杀平民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与俄罗斯陆地接壤 首府哈尔科夫市距离俄乌边境界32公里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经常向哈尔科夫州和哈尔科夫市 发射导弹和火箭坛 炮击靠近边境的乌克兰村庄 5月23日的袭击只不过是累累血债 再增加一笔 乌克兰方面最近正千方百计 利用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北部边境的袭击 呼吁西方伙伴解除队员5武器弹药 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 俄军导弹昨天袭击哈尔科夫 造成惨重人袭伤亡后 无方抓住时机继续诉诸这个请求 泽连斯基称 除了防空系统短缺 我们拥有的武器射程不足 无法摧毁靠近我们边境附近的 俄罗斯恐怖组织基地 特别是那些经常用来袭击乌克兰城市的 导弹和火箭发射系统 他强调 俄军恐怖活动将最终失败 这需要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需要盟国领导人更大的决心 泽连斯基总统计划于6月出席 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 随后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 这将会使他连续第二年参加剧七年度峰会 综合各方面透露出的可靠信息 泽连斯基可能利用这次访问继续呼吁西方提供更多军事支持 特别是尽快落实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的中远程防空系统 持续呼吁西方盟国解除队员武武器 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 请求北约向乌克兰派出战机 帮助摧毁进入乌克兰领空的俄罗斯导弹 推动美国和欧洲国家没收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 据纽约时报5月22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敦促美国总统拜登 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的限制 该报道称 目前这个建议还在征求内部意见并没有正式提交给白宫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主席称 国会批准军员并没有限制如何使用 是国安顾问和白宫给这些武器加了限制 当国家无法保卫自己并应对打击时 他们将无法通过拟对他们施加的限制取得胜利 布林肯回应称 这重复了自己在基辅的论点 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对基辅进行了访问之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敦促拜登解除对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 但可惜 在这方面对拜登更有影响的是安全顾问沙利文 而后者正是拜登政府冲突管理战略思维的构建者 国际相机大师卡斯帕罗夫表示 我知道道德清晰的战略思想家功不应求 但如果两年前把沙利文化城市内职务 美国和世界今天的境况会好得多 对于乌克兰最近提出的解除原武武器 不得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 我认为西方盟友可能做出一定妥协 比如限制在俄乌边境100公里范围内 并且只能用于打击可能威胁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对于乌方请求北约拦截进入乌克兰领空的导弹 我认为在俄罗斯没有动用核武之前 没有这个可能性 乌方这个狮子大开口的要求 可能是一种外交策略 目的在于争取西方盟友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以及F-16战机使用的空队空拦截导弹 和空队的制导炸弹 俄乌战争爆发第821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240名 累计俄军49.89万人被歼灭 俄军商参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击落一架俄军战机 摧毁俄军13辆坦克 27辆装甲车 42门火炮 三套火箭发射系统 56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7套特种设备拦截了10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10.0万人 其中死亡与众商人数同样位1比1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5月23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 当天他与挪威首相斯特勒进行了电话会谈 乌克兰与挪威已经完成了双边安全协议的制定工作 并将近快签署该协议 双方还就前线形式和防务合作进行了讨论 目前已经有10个国家与乌克兰签署了为7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对方承诺每年给予乌克兰确定金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包括美国在内 目前至少有20多个国家跟乌克兰启动了双边安全协议的谈判 年内估计还有大约10个国家能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当地时间5月23日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表示 英国最近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51英镑的军事援助 以强化乌空中和海上防御 最新1.51英镑对乌军援中 约7000万英镑为防空雷达 诱饵和电子战系统 另外约8000万英镑用于提供小型水面舰艇 无人侦察机和无人艇 从各方面透露的公开信息来看 乌军之所以能摧毁超过三分之一的俄黑海舰队军舰 包括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取得惊人战果 主要得益于英国海军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俄罗斯用S-300导弹 袭击了哈尔科夫的一家印刷厂 造成7人死亡 20人受伤 此前 泽连斯基已经敦促盟军 立即提供二个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保护哈尔科夫 但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 也要等到7月才能拿到 挪威政府表示 从下周起 在2022年之前 持有挪威或其他欧洲国家签发的签证的俄罗斯公民 将被禁止入境 最后 我想以英国诗人约翰 多恩在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里的一句话 结束今天的影片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具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 欧洲就会失去一脚 这如同一座山甲 也如同一座庄园 无论是你的 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中为谁而名 丧中为你而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